6月1號上海解封之後 當局就稱他們現在有三個字 叫做取拼經濟 因為經濟真的太慘了 能夠起死回生嗎 6月1號的凌晨也就是今天 這上海市微博就發出了 治權市人民的感謝信 說我們要感謝全體的人民 可是這個信當中 竟然三度稱讚的是 習近平堅強的領導 而且他們就講說 現在是要盡最大的努力 要把疫情耽誤的時間 還有造成的這些損失 全部都搶回來 但是有這麼容易嗎 今天是復工全面恢復的第一天 現在就點出了問題 這是彭博說的 他們說特斯拉還有福斯 在6月10號之前 上海廠的工人還是必還管理 而且現在沒有貨可運 因為不是道路阻隔的問題 而是訂單大缺貨 我們今天就獨家找到台商 他告訴我們當地 復工第一天的最新狀況 機器快速運作包括撿貨工人 加緊腳步 因為封城超過兩個月的上海 如今終於在6月1號順利解封 員工們可以來上班 讓台商在上海的製品工廠 從不到一半的人力 如今復工率已達到97% 當然原本4月份掛鈴的產能也能趕緊補上 目前開工加上24小時運作 預計產能就能恢復到百分之百 畢竟當初疫情封城 導致四到五月業績達成率不到百分之四十五 得趕緊追趕訂單 但現在還得克服物流卡卡的難題 雖然先前都有存貨影響並不大 但言坦言供應鏈問題 讓平均的交貨期至少都得延後兩個月起跳 專家也看產能如今恢復是好事 但國際物流是否能銜接得上 也是一大問題 缺車缺人的狀況更加嚴重 可能會有一些短期短缺的現象 然後造成那個價格 物流價格可能會有點波動 有工廠如期復工 但像是電動車大廠特斯拉和福斯汽車 卻將繼續實施閉環管理到6月10號 以確保生產能夠穩定 而端看整體汽車產業 還是有三大黑天鵝 缺料缺錢缺人需要解決 那以往的危機大概都不會超過一個禮拜 但是遇到這種五六十天 非常長的一個時間的停工 就會發現整個供應鏈的韧性 跟供應的模式 其實是不太理想 畢竟上海為汽車重症 但目前汽車產能 僅恢復到疫情前的20%左右 缺料也將導致部分零組件漲價 也不難看出 為何此次大陸全力救援的重點項目 就是汽車產業 東賽新聞彭德宇 副一文綜合報導 看滿盤都算 趕快來按讚 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 盤後交戰 都在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股市直播